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呢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 至少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去拥有和收藏 还有mini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你只要mini导的 绝对是保赚不赔的项目 那是什么项目呢 你一定要看完今天所有的人物 我们发布的说,Let's go Alright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把下面再点烂,好吗 然后我今天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不够任何投资建议 都是我个人的这个纯属我个人的分享 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呢 是我最近刚研究的一个项目 刚发现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项目 这个艺术家是谁呢 这个艺术家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华裔艺术家 名字呢叫James James 那很多人其实对James James不太熟悉 那James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呢 他是生于在台湾的这样一个美籍的一个艺术家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他的Instagram 他Instagram名字叫这个James Jane Art 然后也是打过蓝沟沟的 然后呢有1.1 million 110万的这个followers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最近的一些artwork 他的一些作品对吧 这个呢就是他要发布的这个NFT 那我们之后再详细的解说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他的这个风格是这样的 他有跟很多 这是日本的知名的女明星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他的这个作品 那我个人呢也在发起关注他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啊很多的明星 很多的亚洲明星乃至于美国的明星 很多人都跟他有合作 然后很多人也都那个IG上面都是有关注他的 然后呢他是一个在这个艺术业界呢 还是一个鼎鼎大名 基本上大家都认识啊 知名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艺术家 推特上面的话呢也是有差不多17万的粉丝啊 推特上面是不是主要宣传艺术的嘛 在艺术家的话大概比如说 像村上龙和跟他关系会有很好 还有COS跟他都有合作对吧 他们都是基本上是在IG上面 艺术家基本上在IG上面呢 因为可以显示图片的关系 所以在IG上面followers是比较多的啊 艺术家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James Jane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啊 就是有些文章说他是什么村上龙的接班人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跟村上龙的这个风格呢 还是有点不同 有人说来这种话的话就可以代表他说 他跟村上龙基本上是同一个级别的这样一个艺术家 那村上龙都知道 大家他设计了这个Clone X这个项目 对吧 是他设计的 所以呢 村上龙大家一定也都不陌生啊 都很熟悉的一个日本的艺术家了 James Jane的话呢 像之前啊 有跟COS有跟一些合作啊 然后这个是他的代表作啊 叫Sling Shot Sling Shot这是他的这个代表作啊 包括这个他跟村上龙啊 之间也有合作 他除了在艺术界之外呢 还有跟其他的方面呢 包括Fashion界 包括Prada等等大的艺术品牌 也有啊 也有这个Fashion品牌也有合作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好好把James Jane这个人呢 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 研究一下 他的这个水平呢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业界 那最近呢 又新的在好莱坞 他跟好莱坞的也有电影也有合作啊 最近杨子琼有一个新的电影 叫这个顺息全宇宙 对吧 那这个电影的海报就是他画的啊 这幅海报就是以他的风格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人的作品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一个风格的啊 这个风格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 这个电影呢 马上也是要在好莱坞上映了啊 那这个 当然这个画报也是 海报也是他画的 他除了在这个艺术界和这个时装界以外 现在也慢慢的在跟一些好莱坞啊 的一些项目在合作啊 他涉及到的一些方面和涉及到的一些领域 也是非常非常广的 可见他在美国呢 乃至于好莱坞呢也是除了艺术界以外 好莱坞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啊 这次的话呢 主要呢看一下他的这个是他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他项目的话呢 大概就是一个 长这个样子 他处理一些sneak peek啊 那一共呢是有七千块 一共是有七千块 然后呢他们的项目方呢 是outland 这个 这个outland等于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孵化器啊 帮助很多这个艺术家啊 在做一些这个艺术的孵化 包括之前的这个方立军方老师也是他们 这个之前啊孵化出来的项目啊 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呢 其实是叫james james 他要创作的一个这样一个项目啊 叫pagoda啊 pagoda pagoda呢 就是他创作的一个这个艺术品 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他的这样一个预览图 往后面的话呢 他可以看到啊 他会放到一个地方是后面有水 这找一个沙漠 然后中间有水啊 然后呢有一个倒影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实物 这现在只是一个图 但是之后他们要做出来一个实物是这样子的啊 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project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人进去的 可以是人进去看的 那外面的话呢是呈现一种暗暗的这样一个颜色的呈现 那里面的话呢是一种亮色的呈现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3D预览图 大概预览做出来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 这个呢是一个全玻璃做成的啊 全玻璃 然后上面的东西呢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啊 一笔画出来的 那整个的话呢 你在外面里面看到的这个视觉的享受也是不一样的啊 当然这里边的话呢也是可以它整个一个高度的话呢是呈现在差不多在6米左右啊 然后呢里面的整个一个直径的话呢也是在差不多6米左右高 6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直径 其实说里面进去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 同时 然后在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成像就是这样一个绚丽的一个图画 就是你眼睛真实看到的就是这样 对吧 他当然他们现在呢也正在做这个project 也正在制作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这是他们制作出来的一个模型 搭建出来的模型已经出来了 那一般人呢也是可以从这走进去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James啊 他也现在也在这个作画 对吧 他们就也是在玻璃上面这样去作画 这个呢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个piece啊 就是说他们之前18年的时候做过的一个项目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几个玻璃啊拼起来的这样一个项目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时候啊 是把可以把多个大的几个panel拼起来拼成一个那样球形的一个作品啊 这是他们19年的时候又做出来一个的作品啊 又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们也是啊 把几个玻璃然后拼成这样一个差不多差不多有两米高的艺术作品啊 拼出来的 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人和作品之间的大小啊比例是这样的 那这一次呢他们就是想着说我们搞一个更大的啊 就是说这是他们2000啊 今年2020年的这样一个project 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们在这边选颜色 大概出来画出来就是一个这是他们的一个草图啊 画出来就是一共是这么多片啊 然后呢 总共拼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呈现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他们的模型已经见到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上面的画图也是这样的 到时候他们只是把这个直接放大啊放大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他们在制作的他们的studio里面啊 在这个玻璃制作和画画中的这样一个啊过程啊 大家他他都也就已经有拍到啊 然后不同的人在上面这边上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总共啊他们在上面拼拼出来了以后呢 大概呈现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啊 非常非常非常地漂亮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地漂亮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这种style 大家看一下这些细节啊 这些细节都是处理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他们怎么样把一片一片玻璃啊 然后呢变成一个那样球状的 怎么样把那些一片一片的玻璃变成一样一个球状 怎么组装起来啊 怎么建立起来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还要牵扯一点这个物理学啊 就是建筑学和物理学 但它并不是一幅画了啊 它是一个东西要真的把它打起来不能掉下来的东西啊 所以还是有点技术性的啊 搭建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啊 整个东西作品有44个大的panel 那这每个大的panel呢 每一大的片是有很小的一些小碎片组装起来的 所以呢这总共里面呢会有7000片小的碎片 组成44个大片 那44个大片的话组成着整个一个啊艺术品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呢里面呢可以每次啊 在里面可以做够12个人啊 一共12个人 然后呢 room standing的话是80 square feet 这是他们的设计草图 大概里面里面人的话就是大概这么大 可以在里面坐啊 啊站着看啊等等这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啊 艺术品 那这一次的话呢 刚才我也说了 它是每一个啊 这个NFT呢是总共发7000片 7000片就代表它整个那个艺术品 总共7000块碎小的玻璃拼装起来 它只有7000块这么小的这个小玻璃拼装起来 所以呢 你用它的NFT的话呢 你就相当于拥有它7000分之一的 这样一个艺术品的这个一个小碎片在里面 我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7000片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来说 其实有点少了 因为它在它的IG上面已经差不多110万粉丝了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我也是看了它的IG以后 我知道呢就是说啊 它有帮韩国天团BTS也在做 每个人都做过一个它专属的一个画像送给他们 那BTS的每个成员呢 也有收集James Jane的他的这些作品 所以呢 我觉得他跟很多这些名人去合作 然后他自己的粉丝也很多 7000片根本就是不够这些人分的 所以呢 这个项目你只要能Mint到 你一定是赚的啊 不管你是收藏也好 我我Mint到这个项目 我肯定是收藏了 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艺术家 我肯定是收藏 我肯定是不会买的 那以收藏目的也好 或者是以赚钱目的也好啊 就说白一点 那你只要Mint到这个东西 你肯定是赚的啊 肯定是赚的 不会是赔钱的 那我在这边呢 我也觉得就这么香的 这样一个艺术品来讲的话 我也是鼓励大家 尽量去做收藏 因为他之后的话呢 估计还有新的项目出来 他可以可能说 这个东西是会升值的更多的啊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 有一定的帮助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好吗 然后呢 我现在要开始发福利了啊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是跟这个项目方 有一些这个密切的合作 那我这边的话呢 也是这个项目方 也非常的大方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 照顾这个我们频道的粉丝 然后呢 我这边呢 也问跟项目方得到了一些板名单啊 然后呢 会用一个抽奖的方式呢 在我的discord里面 免费把这个板名单送给大家啊 如果你们想用到板名单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加入我的discord 在我的描述栏里面 再加入我的discord 然后呢 我在discord里面会进行抽奖 当然 拥有我的nft 和加入投资代表飞团的这个学员呢 会有更大名额的这样一个抽奖啊 那个outline的这个推特和discord 我也放在我的描述栏里面 把链接放在下面了 大家一定要加入这个outline的这个discord 和他们的推特 因为所有这个项目的信息 都是通过这个outline的项目方 他们这个孵化器啊 放出来最新的一些信息和资讯啊 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mint 价钱是多少 对吧 然后在哪一个网站mint 这些重要的信息呢 都是通过这个outline的这个discord 和他们的推特发布信息的 所以你一定要关注这两个东西 我都放在下面的我的描述栏里面了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他们的这个官方连接啊 不要被人骗了 OK 那最后呢 我也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项目 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James Jane这么大的这样艺术家 你是否喜欢他的artwork 那你针对这次这7000个piece 那你觉得你喜欢他的这个 这个他的作品吗 他的artwork你喜欢吗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朋友呢 一定要关注我频道 关注我的推特啊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不会错过任何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